没有多余存款的年轻人如何买房 信用分数低的人该申请何种贷款 什么样的贷款只要3.5%的首付 政府担保的贷款是否要支付高昂利率 特别是购买第一套自助房的购入者所准备的一种贷款 本期安家纽约为您介绍联邦政府担保的FHA贷款 让您买房贷款不再是一道卡 妹 您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我们之前的节目介绍过几种不同类型的贷款 有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返向贷款 也有为军人准备的VA loan 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一种新的贷款 这种贷款是由联邦政府担保的 主要是给中低收入的家庭首次购房者准备的这么一种贷款 所以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贷款 这个贷款的学名叫FHA 也就是美国联邦住宅管理局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的缩写 那么它专门是由美国联邦住宅管理局 所专门代表的给中低收入 特别是购买第一套自住房的贷入者 所准备的一种贷款 对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介绍 这个FHA这种贷款 你刚才说到这种贷款 主要是给中低收入首次购房者使用的这个贷款 所以它肯定有一些优惠 或者有一些特色和好处吧 对不对 的确是有很多的特色在其中 第一个就是它对首付的要求非常的低 一般的贷款是要求你放到20% 那么现在FHA它对你的最低首付的要求 只有3.5% 所以对暂时凑不到首付的钱 或者说有些学生刚刚毕业 拿不出那么多钱的购房者来说 是很大的优惠 对 所以这点真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吧 对不对 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说 自己凑不够这个首付 对不对 是的确区别很大 比如说如果现在买一套房子50万的话 你放20%也是将近10万块钱 再加上你的closing fee 所以说如果是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的话 的确要凑很多年才能凑到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优惠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信用分数的要求 也相当的低 那么一般的贷款的信用分数要求是740分 但是FHA它可以要求在640分甚至以下 所以说对暂时没有办法提高 信用分数的购房者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信任的地方 对 那这个首付又这么低 然后信用分要求又没有那么的严格 那肯定它的利率应该也是比较高的吧 恰恰相反 它的利率非常的优惠 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当你的信用分数不够 甚至你的首付那么低的情况下面 如果放在一般的贷款上 那你就会拿到一个非常高昂的利息了 是吧 那么现在在FHA呢 因为它有政府的担保 所以说哪怕你的首付在3.5 而且你的分数在640分以下 它的信用分数依然是非常低的 举个例子 现在在市场上 如果你的信用分数在740分 那么首付20%的情况下面呢 你拿到利息大概是在30年FIX 是3.875这样子的一个level 但是FHA的话 最近是在3.5%到3.625这样的一个利息 所以说是非常优惠的 对 所以这个利率还这么低 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首付只要付3.5% 但是有些人连这个3.5%都拿不出来 他这个首付可能还是亲戚朋友 借给他的赠予给他的 这个可以吗 对 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说 他的首付是允许100%的你的亲戚赠予的 但是你需要提供银行的证明 也就是证明说你的亲戚的赠予的来源 是合理合法的 对 只要你提出这样的一个来源是合理合法的 哪怕你100%的3.5%都是来自于他们 都OK 对 那如果说这笔贷款 一旦 这个在还款的过程中间 出现了一些状况 比如说有的人没有按时的 这个付这个贷款 甚至付不起这个贷款的话 这个后果严重吗 当然有后果 但是因为它有联邦政府的一个担保 所以说联邦政府可以酌情地 给予全部或者部分的一个担保的抵押 所以这也是对购房者来说 是一种就是保险吧 对 好 我们该说了这个FHA这样的贷款 有五大的这样一个好处 对 那么究竟是适合什么样的人 去申请这一类的贷款 其实它并没有特别的说明说是怎么样的人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不能够拿到 比如说中低收入 一定有没有说收入要低于多少的人 没有 恰恰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很多人觉得说FHA就是适合于中低收入 那是因为说它对你的首付的条件特别的低 造成很多人觉得说我的收入够 然后我有那么多的就是钱 那我当然不属于FHA 但实际上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声明说 你的收入要到六万块以下 我才能够贷给你啊 其实现在有的客人 他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 照样也在做FHA 试看他想怎样利用这个贷款来服务于他了 那好 那FHA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申请的 或者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真正的合格去申请这样的贷款 一个呢是你必须要购买就是首次的自助房 也就是说如果你购买的是投资房的话 当然联邦政府不能够无限制来帮助你 因为他会认为说既然你的信用有问题 你的首付也不够 你怎么可能连环的不停的买房子呢 是吧 这不允许这样子做 所以说你是首付是自助房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必须在美国有合理的身份 也就是合理的居留权 比如说当然美国公民of course 当然还有绿卡 那么现在像H1B或者L1这样的一个客人 甚至有时候有些客人是OPT的情况下面 当然这是条件性的 他也可以给你做FHA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 就是你要提供所有的证明 就你要提供一个list的文件来符合美国政府的要求 这些文件包括当然不是全部 但基本上包括说你要有两年的tax return 然后呢你需要有两年的W2 然后你需要有两个月的pay stop 有那个两个月的bank statement 证明你有就是足够的钱是吧 然后呢就是还有你的合理的身份证明 这些不一而组 这都是需要提交的 对所以你该特别强调就是这个报税单 对不对 起码要有两年的这个报税单 而且还需要W2 就是你的工资单的这样一个证明 这些都是就是足以来证明你的收入了 对吧 你的收入是固定的 是稳定的 那政府才愿意给你这样一个担保 那最后呢是也当然是你需要证明 你在这房子上的支出以及你其他的贷款上的支出 加在一起不能超过你收入的一个月的收入的43% 所以还要考虑这个人的收入和他的负债之间的一个比例 对不对 你该讲说负债不能超过收入的43% 这个负债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你以后要为这个房子支付你的mortgage 支付你的一些费用 那么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信用卡的一些欠债 这样的一些负债 对对对 如果你有学生贷款或者你有汽车贷款之类的 是加在一起的一个月的负债 不能超过你一个月 gross income就税前收入的43%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FHA做这套房子 你一个月产生的是3000块钱的就是贷款 这个贷款包括了mortgage 包括了你的地税 包括了如果你买的是condo的话 也就是你的管理费 还有你的保险 这些是加在一起是3000块钱 那么另外你有可能有1000块钱是来自于你的学生的贷款 或者说是你的汽车贷款 那么你加在一起的月债务是4000块钱 是吧 那你的收入必须是什么呢 就是这4000块钱不能超过你月收入 税前月收入的43% 有这样一个计算的条件 当然我也遇到过FHA有一些special的批准 也就是说它允许你在某些情况下面 这个43%可以上升到甚至50%或者52% 当然我们以安全的比例来说 还是放在43%比较安全一些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都是对这个申请人的 这个人的一些条件的一些要求 对那对购买这个房产的类型有没有一些要求 有的 比如说你如果买single family house two family house 这样的一些duplex这样的房子的话 因为它的地和它的领空都是你的所有权 所以说就造成说你并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 你就可以自动的申请FHA 但是如果今天你买的是condo townhouse或者是co-op这样的房型 因为它涉及到它的公共的区域 不是属于你的 而是属于那个就是management 是builder那边的 所以说呢 那个它就要求如果是condo或者co-op的话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FHA的special approval 如果这个这栋房子没有FHA approval的话 那么对不起 哪怕你想做FHA都不可以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FHA有哪些好处特色 以及它一些申请的一些条件 那么在下半段 我们就给观众朋友来讲一讲 怎么应用这个FHA贷款 以及申请这类贷款 需要注意些什么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接着吧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由联邦政府提供担保的FHA这种贷款 我们在上半段已经讲到了FHA这种贷款的形式 以及它申请的条件 但是很多人就会考虑说这一点说 我知道FHA贷款有很多的一些优惠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每个月要交一个贷款保险 所以这个贷款保险是不是FHA最大的一个问题 或者一个负担呢 看你怎么看 因为那个的确 试想 就是说 就不可能天下有掉下来的馅饼 是吧 美国政府说我给你那个3.5 这么低的一个首付的条件 同时允许你在非常低的 就是信用分数的情况下面 拿到那么好的利息 它额外的会要求你来支付 它的FHA的保险 那它的保险分两种形式 一个呢是它的首付保险 也就是叫Upfront MIP 那这个计算的方式呢 就是1.75%乘以你的贷款量 那但是不用担心啊 这不是让你就是在买的时候一次性支付的 对 这是就是说它会计算出这个贷款量 加入到你的总贷款额当中 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贷款额度并没有很大的情况下面 其实每个月也就是几块钱这样的一个负担 这个倒不是很大的负担 那么我想有可能有些客人觉得负担稍大的是它的月保险 因为它还有一个保险是每个月需要支付的 叫Monthly MIP Monthly MIP的计算方式呢 它是根据不同的地区 你的贷款额度的大小 以及说你是用什么样的就是产品 是固定的 还是说那个就是ARM的这样的产品 它来分别计算的 那比较高的有可能达到1.05乘以你的贷款量 那低的是0.85乘以你的贷款量 那么它每个月都会就是额外的来charge 你这样的一个贷款 但是呢因为你的首付付的相当之低 所以说呢实际上 你真正投入到这个房产里面的equity是很少的 所以说很多客人他愿意去做FHA这样的一个保险 是因为说 其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可能他没有办法一下凑到那么多钱 但并不证明他过了6个月或者一年之后 他有可能收入升高了 或者是拿到了其他的钱的部分 他就可以做一个转换 他可以从FHA重新贷款到一般贷款 这时候的话 他就自动把这个保险的部分给去掉了 对 或者有一些人确实来讲 像你说的他平时没什么存钱 所以他首付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但他每个月的收入还挺高的 或者说他每个月可以支付了这样的一个贷款保险 再加上mortgage 其实这样的人群挺多 特别在纽约 因为那个纽约的 就是你各方面的支付都是很高昂的 所以说很多人他不习惯存很多的钱 是 好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以50万为例 他这个贷款额是50万的话 那这样子的贷款保险 差不多每个月要支付多少钱 如果是50万的房子 现在举个例子 咱们就一般的说 这个利率大概在3.75% 咱们就举这样一个例子的话 大概他的保险是在364块钱左右 就是FHA 那么但是就是很多人是有一个比较 他觉得说 为什么一般的贷款 我就不要付364 但是你在做这个比较的时候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因为一般的贷款 你不需要付保险的前提是 你要放20% 所以说拿50万来比的话 你FHA你只有放了17500块钱的首付 但是你一般的贷款 你已经放了10万块钱的首付了 所以你才免掉了这个保险 对吧 但是因为FHA是没有限制你可以提前还款 也没有特别的限制说你不能做重新贷款 所以其实很多客人可以在就是六个月之后 到无论什么时间的情况下面 等到他有了钱之后 他是可以从FHA转换成一般贷款的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FHA的贷款保险 这样的一个费用的问题 确实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具体一个分析 所以为了让观众更好的使用和运用这个FHA的贷款 你能不能举一些实际的一些例子 在你工作中间很好运用这一类贷款的 对 他是真的是能够非常灵魂的运用这个贷款来帮助你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客人 他是那个就大学刚刚毕业 只有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说对他来说他又住在纽约 所以说吃喝玩乐钱花得很多 所以说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存款 那么这个时候他看中一套房子 50万的房子 所以说如果他放20%的话 他就要放10万块钱 是吧 那么当然他没有这些钱 但是其实那个timing来说是很好的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概在2013年 就是房价正在起的那个过渡当中 所以说那个时候 他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是因为反正也没有办法很快地拿到这个20% 所以他就干脆说我就做FHA吧 所以说他只有付了一万多块钱的首付 那么这样子的话 好处是虽然说他要付到几百块钱一个月的 就是保险 对保险 但是好处是这个房子现在在纽约城的这个value 已经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升了差不多 就是七八万这样子一个level了 所以对他来说还是非常的合算的 对 FHA这个贷款其实这样是可以非常灵活地使用了 对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FHA贷款实际上是给中低收入 对 没有非常多的这个down payment的 对 信用分不是很高的 这样中低家庭买手套房自住房使用的 但如果说你灵活地利用 就像你刚才说的 利用一些杠杆的一些原理的来讲 这样子的利用FHA完全是可行的 对 对 我就有一个客人他是做finance的 然后收入也是很高的 那么实际上对他来说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放首付 就是20%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对他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就是 他在一个小区看中了两套房子 他一套房子是自住 另外一套房子相给他的父母就是住 当然从银行的角度那就是你的一个投资房 是吧 如果说他做一般贷款的话 你的自住房是允许你放20% 但是你的就是投资房是需要你放到25%的 所以总共你是至少要放45%的就是这样的down payment 那么对于他来说一时呢有点紧张 所以说我当时就建议他 我说你可以考虑你的自住房选择FHA 那么你呢可以放5% 因为你也有这样的条件对吧 你放5% 所以他采纳了我这样的一个提议 所以实际上他当时买两套房子呢 一共是只有花了就是30% 也就是说和正常贷款来说的话 他省了15%的投款 那他两套房子都解决了 但是唯一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自住房的那个 因为是申请了FHA的贷款 他要付一个贷款保险 对不对 每个月的这个保险费会高一些 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他的主要的任务是要把房子先解决 而且他在后面的六个月当中 因为他的每个月的收入相对很高 他其实已经拿到了足够的钱 有足够的saving来把他的equity升到20% 所以说六个月之后呢给他做了一个重新贷款 把FHA去掉变成了一般贷款放20% 所以六个月之后他也不需要再支付FHA的这个保险费了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转换 对所以FHA如果灵活的利用来讲的话 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过度的一个贷款来灵活的使用 对不对 因为你该说他没有时间的限制 没有说你hold在这个贷款上要hold多久 对不对 因为如果一时你真的凑不足这个你的首期款的话 你先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用FHA宁可每个月多付一个保险费 对因为现在市场的问题就在于说 房价升的比利率要快很多 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说 你这个时间才是黄金啊 你现在买到了这个房子 你就不用担心这房子再接下去几个月的涨幅 因为我们讲的大多数现在是纽约新泽西这代的房子 它的涨幅的确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那么包括说你的转换期还有些客人 比如说他的钱有急用 他有钱 但是他的钱比如说要放到房子装修 或者说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 投资的用途方面 对用途方面 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换过渡的一个作用 可以选择FHA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FHA基本上是购买第一套房 而且是自住房的 那我大胆地问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我购买第二套房 是不是也可以使用FHA 有没有一些变通的一些方法 有的 比如说如果你的第一套房是没有贷款的 或者你在申请第一套房贷款的时候没有运用FHA 你只需要证明你的第二套房是取代第一套房成为你的自住房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第二套房上面运用FHA 举个例子说 如果说你可以第一套房你已经觉得可以出租了 对吧 那这时候你拿到了别人给你的租约合同 这就是一个条件可以给银行看 就是我现在自住房在就是我的第二套房子close之后的一个月 我已经要租出去了 所以当有这个合同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给银行说 你的第二套房就是你的自住房 从而拿到FHA的贷款 那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的第二套房子本身就是有FHA的贷款 已经申请了 也就是说你已经向银行证明说 这是我的住家房 那这个时候的要求就更加严格 举个例子说 你的第一套房在Pennsylvania 但是比如说你在最近几个月relocate到New Jersey 工作了 孩子的学校也换到了新泽西 那这时候你就要提供所有的证明来证明说 我没有办法 commute 就是从Pennsylvania commute到新泽西 这样子的话 你就需要在新泽西买一套房子 来代替你的第一套房子成为住家房 这个条件符合的话是可以的 或者说你在Pennsylvania 但是呢你买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房子 比现在房子要大很多 那你家庭的人数又在增长 比如说你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了 或者说第三个孩子 或者父母来一起入住了 那这个时候美国的underwriter也会相信说 你买的第二套房将取代你的第一套房 成为你的自助房 或者说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搬出去 去读大学了 家里面已经downsize型了 就是人已经变少了 你呢想去买一个小的房子 你的年纪已经到达退休的时间 那这个也符合美国的分土人情 这个你的第二套房子是你的自助房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你的第二套房子也能够贷到FHA的贷款 对 所以这个FHA并不像外人所理解的 可能使用的范围很狭窄 如果是灵活的运用的话 这里面确实来说的话 还有很大的一些发挥的一些空间 而且都是合理合法的 对没错 好那我还想问一下 如果申请这个FHA 究竟有没有一些限制 或者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有一个需要了解的就是 因为现在的某些市场的房地产 是非常抢手的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比较谨慎 为什么如果你发现说 有很多人和你一起抢房子的时候 特别是有cash buyer 也就是有人说 我愿意现金买这套房的时候 这时候当你去告诉seller 你要去贷一个FHA贷款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比较weak的地方了 那seller有可能不一定愿意 来接受你的这个offer 这是一个 所以说这要很谨慎 那另外一个 因为现在是一个抢房大战的时候 对对对 是billeware的时候 对对对 你再告诉人家说 我的首付只要付3.5 对对对 然后申请一个政府担保的贷款 对对对对对 可能买家有点 卖家有一点不太放心 对因为很多人还是对FHA 有一些固定的固定模式的想法 对对对 那另外呢就是说 政府呢在FHA的这个 就是储备金方面 不是说长期都是就是完全是充裕的 那当你做抵押的时候 有可能会遇到政府的储备金不够 那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你也拿不到那个抵押的那个金额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你来考虑考量的一个地方 对 但当然这个出现的可能性非常的微小 好 所以今天我们花了一期的时间专门来解释了什么是FHA贷款 以及如何灵活地使用FHA这样一个贷款 所以我想看完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 了解了这个贷款以后 就决定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当适合地来使用它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箱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